他不想給你碰 我碰個競架也不行 因為我們要到的漫畫裡面是穿Nike喔? 對啊 穿Jodan 真的假的 欸 它這邊髒掉了 不是 它這是 這個瑤蛇歌手 Shotascar的Logo 哈囉大家好 我是熊卓玉彤 嗨 大家好 我是Marz 好的 我跟你們說 今天這一集呢 非常的特別 因為今天這一集 應該會是史上格格講最多話的一集 今天這一集格格是主角 因為呢 之前的一些影片 大家網友都會說熊熊真的很吵 格格真的很安靜 格格真的很老實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一直攻擊我 拜託 我是在幫他電話 因為我如果不講話 整個影片會像墨具一樣 好 那我今天就不講話 來看看他到底會有多乾 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主軸呢 其實呢 主要是針對格格設計的 因為格格他其實是一個 身為他的另外一半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是最困擾的 就是格格其實是一個 非常樂於陪另外一半逛街的人 就他跟一般的男生都不一樣 因為一般男生可能會覺得說 喔 陪女朋友逛街 很累 你們會不會陪女朋友逛街 是因為有些男生只是因為 就可能因為愛他 或者是因為害怕他 懼怕 所以陪伴他逛街 但格格不是 他是 自己本身就是非常愛逛街 對 然後呢 格格格他療癒自己的方式 因為之前白羽老師不是講說 格格他很多壓力點嗎 他需要的方式就是花錢 他就是報復他的荷包 把他錢包裡面的錢全部都花光 全部都付掉這樣子 他就會覺得 欸 整個很爽 而且他享受那種 買完之後對不對 他看到他 他覺得心情愉悅 但他不一定會去使用他 他就是看在那邊 讓他覺得 欸 我擁有了 好 那今天格格就有帶來一些 他自己平常很喜歡的東西 雖然我是看不太懂 但我們就來看看 看看你們看不看得懂 那你第一樣想要先介紹說 欸 我從現在開始會開始安靜囉 呵呵呵 真的安靜 因為我怕網友他們會覺得說 啊 你剛剛不是講說你要安靜嗎 怎麼還是那麼吵 前面先有一些前言 先幫大家介紹一下 好 老公請說 這個是一副眼鏡 然後它是 鋼鐵人跟那個 蜘蛛人在電影裡面戴的那個眼鏡 我們到現在沒有看到眼鏡 哈哈哈哈 有一點多層 有一點多層 我想說 明明就是一個盒子 欸 你這支有戴過嗎 沒有 全新的喔 嗯 那我可以戴嗎 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哈 東西買來就是要用啊 這一支感覺很酷耶 就是奈米科技的那一段 你說小勞伯到你戴的那一支喔 嗯 它就可以跟那個 它的那個中央電腦聯繫啊 啊 它是做同款 但它沒有那個吧 沒有電子功能吧 可以透視嗎 看到沒啊的 他不想可以碰 哈哈哈哈哈 它原本是太陽眼鏡 但是因為電影的關係 它把它做成透明的 我碰個競架也不行 怎麼了 到底 這一支 欸 很輕耶 那我可以戴嗎 不要 可是這樣大家看不出來 它好不好看 不然你第一帶 看電影就知道啦 你買來你不會想要戴它喔 你不會覺得 你有沒有想說 你戴起來 欸 蠻帥的 或是什麼 不會 戴一下啦 不要 就只是喜歡啊 喜歡把它買下來這樣 那這一支 你當初買很貴嗎 我也忘記 應該要破萬吧 要 這個牌子的眼鏡都破萬 所以你要把它收起來了 嗯 不是 還要繼續打開嗎 就這樣喔 就這樣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就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 匹匹一下 然後馬上立刻就收起來了這樣 這個我比較看得懂 因為女生對於眼鏡這種東西 就會覺得說 欸 因為好的太陽眼鏡 或是好的眼鏡 確實就是 比較貴的價格 因為它戴起來的整個舒適度啊 或是什麼都不一樣 但接下來的東西 我可能就比較不懂 就需要你的解釋 你這個是什麼 這個 我覺得這雙應該是還不錯 因為我 我看鞋子喔 我看什麼 你知道嗎 我看它的包裝 因為像我們有做生意的人 就知道包裝其實是很花錢的 你如果包裝會花這麼用心 代表說這個是可以賣比較貴 這一雙要多少錢 這雙當初賣的時候幾千塊 我也忘了 這就是 Jordan十一代 當然它就是跟電影的聯名 當初Jordan拍的那個電影 怪物喜瓶那個卡通 所以它是 國外電影嗎 對 它是卡通 它就是好萊塢的卡通電影 對啊 卡通電影 欸 你這雙是新的 你都沒有穿過耶 那這一雙特別的點在哪裡 就是跟電影聯名而已啊 沒有 結束 然後Jordan有穿過它比賽還是這樣 拍電影的時候穿這雙 你說Jordan拍電影穿 就穿這一款 Jordan喔 Jordan拍怪物喜瓶 對啊 不然 你剛剛 欸 你剛剛不是在現場嗎 剛剛不是講了一段嗎 買了就是收藏這樣 那這雙你買多久了 很久了 這雙出好一陣子了 那賣掉會漲價嗎 不會 因為這雙後來又 Nike又出很多雙 真的喔 對 所以已經沒有價值了 對 就是 也沒有說特別貴或便宜 這樣子 好吧 就這樣喔 對 女生是不是太懂 你們懂嗎 國外有些人他穿這種 他喜歡的球鞋 然後就算跟女生出去約會對不對 他跟女朋友保持距離是很遠的 什麼意思 如果你現在穿 然後我們就只能做這樣子 就怕你踩到 太扯了吧 國外還有那種 他穿的很帥 然後穿那個限量的Jordan球鞋 然後跪著跟女朋友求婚 但他後面那隻腳是 生平的 因為他不想要 前面有折痕 好帥 真的 對 所以喜歡球鞋的人就會懂 就是你們會用盡 你們會用你們的生命去捍衛這雙鞋 因為其實像哥哥 他的鞋都保持得超級乾淨 但是也來自於 因為他的鞋真的很多 也穿不完 所以也髒不到哪去 這雙介紹完了 這什麼 你要收起來了 嗯 那另外一雙還有什麼 有一雙是我真的看得懂的 你要不要先介紹那一雙 他光鞋合就很酷了 而且這個女生就看得懂了吧 對啊 就是灌籃高手啊 櫻木花道 這是當初 灌籃高手櫻木花道出的那個球鞋 這一雙就真的很漂亮 這一雙我在家裡面有看過 他上面還有漫畫 他上面的那個 而且他上面的那個漫畫 是用那個銀沖撒的 這雙真的很美耶 這雙貴嗎 這雙也不貴啊 因為當初出的時候也沒多少人買 那假的怎麼可能櫻木花道那麼紅耶 我覺得他這一雙很像 對我來講很像一個藝術品 對於我來說 我第一次看到球鞋上面會印那種 就是漫畫 或者是一些什麼 我就會覺得這個很有收藏的價值 因為如果是我 連我不懂我可能也會想收藏 因為我就會覺得 哇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他平常也是放在櫃子裡面 收藏了很久 有10年嗎 有超過 那這個就是 這個我好像有看過有人穿過 這個就是他後來漫畫裡面 進全國大賽的時候 這一雙穿後來 然後他去球鞋店老闆 再給他這一雙 對 櫻木花道的漫畫裡面是穿Nike 對啊穿Jordan 真的假的 一代那時候也要5-6千 真的喔 這雙很久 這雙也應該也有10年 而且你們看哥哥保存你有多新 他連這個都還在 又收起來了 他都收很快 因為你知道這個全部都是鴨香寶 都是他從家裡面的各個櫃子 然後就是一一的這樣拿出來 然後每一雙這樣子看這樣子 他每個都視如珍寶 這也是Jordan一代 欸 啊怎麼跟剛剛那一種一樣 只是顏色不一樣 這個你有幾個顏色 跟我們講顏色 我知道啊 誰會記這種事情 那他出幾個顏色 8個 超酷 OG的版本沒有那麼多顏色 等一下 你知道什麼是OG嗎 我不知道啊 就是原版的意思 我剛剛以OG是一個人 哈哈哈哈哈 然後我說你明明就不知道 你還在那邊跟我點頭 哈哈哈 欸其實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在家裡面 跟哥哥聊天也是這樣 因為 哥哥有時候會跟我講一下 跑車啊 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喔真的喔什麼的 但是其實 你也聽不懂 但是我們沒關係 我們跟另外一半就是我們要 他樂於分享 我們就是要 樂於傾聽 所以你現在這個賣6千 還會有人要嗎 會 這個應該比較貴 其實我不是要這樣 因為我沒有想過要賣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會去知道他多少錢 這一雙櫻木花到的 我花8千我可以喔 8千 我給你 你幫我找一雙 哈哈哈 欸8千是我可以接受的 花的最貴的錢 我沒有買超過4千塊的鞋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新買 這一雙感覺就蠻酷的 因為他的包裝外面又多套了一層 這一雙感覺應該很貴喔 他們也是連名出的 但因為我比較喜歡藍色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買這一雙 他們炒賣家都很貴 為什麼這雙怎麼了 欸他在那邊髒掉了 嗯 不是他這是 這個饒舌歌手 Truckle Star的Logo Truckle Star的Logo 淺到像被原汁筆畫到喔 你自己看 這樣子 我以為是刮到耶 Gordon的球鞋跟一個饒舌歌手 還有一個日本設計師 這個我知道 藤元浩 對啊 閃電 我懂 藤元浩我知道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饒舌歌手的Logo 你這雙花多少錢 這雙當初因為跟別人 賣的 所以他是那種草賣的價錢 那格格你會有個夢想就是 跟 另外一半一起穿 Jodan出去逛街嗎 他覺得都長得好看 但是就是他不會想要穿 因為呢格格他是一個非常愛惜東西的人 然後我跟那個他就是相反 我覺得東西 買了就是要穿 所以呢如果我穿上格格買的鞋對不對 我每一步 都要非常的小心 步步為營 因為就會有一個人一直這樣 看著你 小心那個怎麼樣 我會覺得我一整天壓力都很大 我不如不要穿 真的 我會怕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才沒有買給我 因為我也說 哎你不要 你乾脆不要買給我 因為壓力很大 那你要介紹你的球衣嗎 好這邊有1234567 七件 你挑你喜歡的 我挑我喜歡的好不好 那我要紫色那一件 因為我喜歡紫色 嗯 我要黑色那一件 這個 這個嗎 對啊 這兩件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那個時候 Nike跟NBA簽合約之後 Nike出的那種 所謂的 城市限定版吧 的球衣 哪一個城市 這個是什麼城市 L.A 喔L.A 啊這個咧 看不出來啊 Logo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這個時候 你講為什麼 不一樣 對啊 不是 不是任顏色 那你問他後面那個23是 啊這個是哪一個城市 所以你眼睛在看哪邊 你可以告訴我 因為那個也是一樣 蛤 他們都是洛杉磯人隊 怎麼看 他胸口不是寫Lake嗎 哪裡有Lake L.A.K.E.R.S 喔這口 對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其他是什麼城市 第一個是芝加哥啊 這個是芝加哥 對啊 啊這是誰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是23號 所以這件是芝加哥公牛 啊趕快把自己知道前面講出來 對 這是誰 克里夫人騎士隊 那時候老邦就實在 克里夫人騎士隊的時候 騎士隊我不認識 後面那個你就認識啊 這個我知道 來 金周勇士Curry 懂吧 女生都知道吧 對不對 啊這個咧 這個是誰 77號 他是那個 Luca Donsich 好那你繼續講這兩件好了 這個是Coby為概念 因為Coby就是黑曼巴就是蛇 所以他就是做蛇的那個紋路在身上 哎唷耶 他這個有蛇紋耶 我現在近看才發現耶 很漂亮耶 後面這邊就會寫上他們那個球隊 拿過幾次冠軍 那個時候出的時候虎人隊有16個冠軍 16個耶 好強喔 然後這就是以他的那個那個時候 他們那個show time 所以他上面寫show time 我現在發現他上面是英文字耶 我現在發現球衣他會有一些很細節的部分 那這件你有穿過嗎 穿過這件穿過了 還有沒穿過 反正哥哥就是他有的他就會自己買一個 自己穿 然後另外一個他就是會把它收藏起來 你最誇張的就是你球鞋有沒有同一款 完全一模一樣顏色的 你買超過三雙以上 我忘了 但是有一些我會買到三雙是真的 就是一雙收著 對 然後一雙走路 一雙打球 然後都是同一個顏色 對 同一款 現在新的科技新的球鞋都比較好穿 副科球鞋就是以前 屬於收藏性 對都是收藏性 大家都是穿帥 那我們今天就是 跟著哥哥了解了一些他喜歡的東西 有人也是跟哥哥一樣喜歡這些東西 你們可以在下面跟哥哥交流喔 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不理解另外一半 你們就可以參考哥哥 因為你的另外一半一定會喜歡 如果你不知道送你另外一半 怎麼禮物的話 這些東西 你的另外一半基本上都會喜歡 對吧 應該沒有男生會不喜歡這些東西吧 可是我覺得不一定 大部分 我覺得球鞋接受度應該男生都可以喜歡 因為台灣的市場 男生就會比較喜歡球鞋 但我覺得球衣有限 我愛打球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會喜歡收集我欣賞的球衣 那有些人買球衣是為了要搭配好看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是很謝謝哥哥跟我們分享 這是他講的最多話的一集 下次還想看哥哥分享什麼東西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對但是大部分就是這幾類而已 如果下面留言說 想看哥哥分享前女友 他其實前女友沒有很多 他約會對象很多 約會對象就是當朋友吃吃飯啊 像我們以前在一起過嘛 然後分手過後 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跟他在一起過 好下次如果想聽的話 我再說服哥哥好不好 因為我的已經講很多次了 他應該已經很厭倦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好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掰掰 他這個LOGO畫的感覺很像 感覺好像我也畫得出來 你要不要現在給我一張紙 你還是講出來那一句 欸你現在給我一張紙我畫給你看 我可以畫一模一樣 我畫我畫 你要你要給我看啊 啊你不是說你 馬上 對啊我對著看 馬上給你畫一個一模一樣的 啊對著看不是大家都畫出來嗎 OK 我簽一個 我簽名 好給我一千塊 好 我簽名